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星期三說 他準備在兩至三個禮拜內著手組建政府 內塔尼亞胡的利庫德集團 在以色列國會選舉當中獲勝之後 他將得到第四個總理任期 目前幾乎所有選票都已經清點完畢 利庫德集團贏得30個議席 主要競爭對手猶太復國主義聯盟獲得24席 內塔尼亞胡的辦公室發表聲明說 他已經開始與較小的黨派進行接觸 以獲得組建執政聯盟所需要的61個議席 一個重要因素將會是持有中間立場的全民黨 該黨在星期二的選舉當中贏得10個議席 內塔尼亞胡說 以色列人民期待利庫德集團迅速建立一個領導層 致力於安全、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工作 他又說承諾這樣做亦會照著這樣做 猶太復國主義聯盟領袖刻意坐黑承認失敗 並打電話給內塔尼亞胡表示祝賀 他對支持者說 猶太復國主義聯盟作為反對派的成員 將會繼續為以色列人民工作 製造水平場 每次都是福利聯盟ener conscient 會旺主義聯盟 我們一定會接入